来拜访一个我的好大哥 陈大哥 这位是 真是老酷 酷说 你想的那斯大林斯坦克的坦 深腰的 六花的全国金牌 哈萨克的白熊 陈总也是新疆著名的企业家 野马集团的董事长 为什么叫野马集团 来看一下 哇帅啊 你收藏了多少匹这种马 这边汉血马在国内有400刀匹 国外有300刀匹 我们大概有700刀匹 哇这太酷了 我有黑马方队 白马方队 金马方队 还有红马方队 我有很多颜色不一样的方队 哦那你带我看看好不好 咱们先把这匹马放过去 来咱们让一下 这只是你的马的一小部分 我们大概我们的数量 目前要占到全球汉血马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么个比例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顾大叔 您会骑马吗 他草原上的民族 马背上长大的 其实我刚刚看到那些小伙子 骑着黑马过去啊 很血性 很爷们儿 我这儿的孩子 他们的屁股镶嵌在马背上 你们整个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第一期是200亩 马上还有个三四百亩 还有三四百亩 我们这一片做一个国家马公园 乌鲁门西什么意思 古蒙古 准耳于美丽富饶的牧场 你看我这里收藏了大量的这个马的博物馆里面的那个 目前我们的马的博物馆在亚洲 这全球的规模都是很大 这个都是您的干人收藏 这个里面呢 不是我一个人的收藏 中亚所有国家从这个上至元首 下至羊马的 只要他们来这儿 每个人必须给我代工一匹 这就说大家的博物馆 你看这都是西域的 丝绸之路上的人 你看很有意思 这是骆驼 骆驼马 咱们我带你看一下那个普世野马 世界上最古老的马 就是据说普世野马 它是世界上所有马的祖先 你说对了 你真的野马 真的能野马啊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马铲子哪里呢 这个马铲子准个二盆地 世界三大平为马种 它从树栏上有比熊猫少 过来看它嘴 哎呦 这咬着我手 你看它这个嘴 等我小龙 咱们看寒暄马 小龙 这个叫佛里斯兰 左轮骑的马 你看我们进来 它马头全部出来了 对对对 它该啥呢 等你喂萝卜 赶紧 赶紧赶紧一下 哎 这个马 刘海还挺帅的 这个你发型还挺像的 你看它升高脱颗 我都是一米八几了 你看这个马 最少在一米九多 这里边全部都是汉权宝马不大哥 这个是佛里斯兰 法国的 这个不算大 你到后面它更大 更大 你看它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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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萝卜 发萝卜生气了 这个马的智商搞不搞 相当于七到八岁小孩的智商 汉血马属于这个烈性马 烈性马 汉血宝马可以说是 马中比较难驾驭的一种马 哎可以这样说 你看 普世叶马一年了 后面要来了 你给不给 赶紧给一个 小龙哥给萝卜吃了 我害怕它这个嘴 就说你这每一个月还下小马 对不对 今年这个马场大概要下60多匹 我整个马场要下100多匹 我估计再有两年 我就 应该说现在我世界第一大马主吧 绝对的 你这几百匹汉血宝马 这呢全是汉血 长得好帅啊它们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全部全部全部 把口头伸出来 哎呀 你看给你弄好 哎呀 一个一个发萝卜 白色的吧 你只要撂到水里像小老鼠一样是粉色的 哇这个好帅啊 香妙一匹马啊 一天的火车费大概多少钱 一天那个一两百块钱吧 一两百块钱 吃的比我还好 哇你看他的眼睛 他眼睛就跟假的一样 他迎着阳光 他有的时候是泛那种荧光的 他粉粉的荧光色 前面我让孩子们给你牵了些马出来 好 谢谢大哥 来伤马 爷们啊 你们这样跑过去 我们全部站在这边 来小龙来 怎么样爷们吗 血性吗 大帐和当人无视野 哎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啊 你也是战场马背上的爷们 三宗人哪个不是爷们 太帅了 你看全部过来 把头抬起来 压起来 好 哦 这些小伙子啊 真的帅啊 看到我肌皮疙瘩之帽的 他们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 这个马厉害了 这个太大了啊 不打说 不打说 哇 哇 我身高一八四啊 这个马最起马得有两米多吧 你看他这个脖子 他脖子都这么粗 别看他大来 他很温顺 小龙这叫布拉班特 这匹马从荷兰买回来 荷兰买回来的是吧 但是他很温顺啊 他叫温血马 你别有害怕 这是西班牙国家总工马的一号总工马 你看 里面全倒开 看了没有 你看你看你看 他是汗血吗 不是啊 他不是汗血 这个马呢 稍微矮一线 你看 他身高也比较温柔 温柔啊 这匹马大家让开了 我俩厉害 哇 马到成功 又来马了 哇 哇 就跟大哥说的一样 这些里边的孩子 他的屁股就是粘在马背上的 镶嵌在里边呢 你完了以后你吊上石匹马 跑两圈吧 给小龙跑两圈 哦那些 在那儿在那儿拍着玩 我这儿越来越跑两圈 好好好 谢谢 我们现在去查试是吧 查试能看到这个 可以把窗户打开 你看大哥还有一个爱好 玩相机 我没事我就喜欢拍票 我所有的马都在这儿慢慢拍的 家里大 把话筒拿来 你开始死会 先打上几个圈吧 把气氛吊起来 我看很多小龙 这样小龙 哥哥带你呢 现在去到草原帐篷吃吃饭 你去找一下感觉 好好好 其实你们内地人呢 喜欢我们西域这些东西 什么叫古老的游牧民族村库 今天我让你看一下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帐篷 手工帐篷 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才把它造起来 这是我提法 我接待客人的地方 这个太霸气了啊 这个全部都是手工的是吧 它关键我给你讲的原理啊 这个呢是柳树条子 柳树条子你要找到这么长的 这么直的 我找完了心想 才找到这些帐篷 就是上面这些红的是吧 它是柳树条子 包括我们看到这些地毯 都是纯手工的吧 对 对我放了一群狼 看到没有 这是个狼头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嗯 对不对 这都是从外面跳过来 那我们今天晚上吃饭在干嘛 我们今天晚上在那吃个饭 多有意义啊 让你感觉一下 什么叫战马 什么叫民族 什么叫草原 你去感觉一下 大哥是很爱这些徒弟的 那你们先坐 来 来来来来来 饭还没没开始 就已经上水果 太客气了大哥 你竟然破废了